最后他因为什么 离开您的公司的呀 也不光是因为工章的事 还有一件事 就是他前男友 给他打电话 我也不知道是借钱还是还钱 然后我没有听见 等他说他要出去的 当时我就不放心吧 然后我说我跟你去吧 回来半路了 他跟我说他前男友 以前欠他钱要还他钱 等他前男友刚上车 没有两分钟 他就让我下车 我是这么想的 就是我们俩就是 之前跟前男友 还没分手的时候 他找我借的钱 就是还没还 然后我给他发微信 他也不回 打电话也不接 我就觉得就是 找他一趟去吧 因为手机上这个东西 他逃避的话 你也不知道 我想当面跟他说一声 然后是我们俩一起去的 之后他说那个 有的话不方便说 你能不能让你 对上下街一趟 我说也行吧 然后我想着就是说 他暂时先下去一会儿 我前男友跟我说什么了 我再告诉他一声 我的目的主要就是 为了要钱 然后他回来就生气了 他也不告诉我 所以其实在你的心里衡量 就是他做事是没有边界的 对吧 对 所以就不让他在公司 干财务了 是这个意思吗 对 是这个意思 这个倒是清醒了 挺好的 行 你这男朋友除了这老实 不善言辞 让你不满意之外 还有什么让你不满意的 就是他是一个 想一出事一出的人 他所有的计划都是他制定的 然后在马上就要去执行这个计划的时候 他突然间就改变主意了 啥意思 就是之前有一次我们俩说要出去旅游 然后提前得有半个多月吧 都把那个计划呀攻略呀都已经做好了 我所有东西都收拾好了 明天马上就要出发了 今天晚上他说 咱俩别去这个地方了 我刚看评论这儿不好 那我都收拾好了 机票也订好了 你要说不去的话 那不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吗 然后我就生气了 我就想了说 你要不去我自己去吧 那浪费一个人的机票 总比浪费两个人的好一点吧 然后我就第二天早上起来 到点我就走了 为啥突然不去 因为就是我看那个地方 他评论说这个地方 水质不是很干净 然后相离不远也有一个景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咱们可以说比较一下 没说一定不去 这不是机票都买好了吗 他们俩在一个地方 那你却没去机场 我去了我去追他了 然后在机场吵了一下 飞机也误点了 就是因为他不提前跟我说 然后就把所有的计划都耽误了 还有就是光光是我们俩的事 就是改变计划 就其实也就算是可以理解吧 那是涉及到我父母 甚至说还有我父母的朋友 他也这样 是不是就有点过分了呀 怎么了呢 就中秋节的时候啊 本来就已经定好了 说是要去他家过节 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就今天就不回去了 我说你们要是想出去玩 就溜达溜达去吧 然后他们还约了几个朋友 明天就中秋节了 我把去他们家要带的东西 都买好了 他跟我说不行啊 我觉得还是得去你们家吧 你们家就你一个闺女 不太好 那所有的计划都已经定好了 连我父母都已经制定好 要去哪儿玩了 人家把朋友都约好了 你又改变计划 然后到最后又闹得不欢二散 谁家都没去成 而且就是说 他在决定一件事之前 您根本就看不出来 他在预谋这件事 或者说在计划这件事 然后我要是问问说 我说你为啥准备这么办呀 你别管了 这事你又不懂 你就别管了 所有事都跟我说别管了 那他办得好吗这事 他要是办得好的时候 就跟我说就是 你看吧 我说你别管了 你要是管吧 肯定就办不成这样 他要是办不好吧 他就又拉个脸 那你是不放心他呢 还是什么 为什么不跟别人商量呢 因为我感觉他有些事情 想的不是很周到 不是两个人一起想 不就周到了吗 我听刚才你女朋友讲这些 好像你考虑问题 也不是特别周到 对 对啊 商量一下多好啊 他从来都不跟我商量 很少